闭嘴 瞧什么呢 这般出神 见过太子妃 可都准备好了 我在帮激通阿子 将贡品摆放妥当 一会儿一起祭拜 你在长丘宫灵训 自然要帮母后辛苦些 对了 我来送祭司用到的香丸 放在何处 给我收下别好 火折子我也一起收下了 你方才 为何对着霍将军的画像出身 我是觉得霍将军 与子慎 到时有几分相像 都说外申消救 这也没什么稀奇的 不愧你与子慎情深 一眼便瞧出来了 哪有太子带太子妃好啊 我听闻朝中大臣 都奏请太子殿下 另取侧妃 太子殿下都不曾允许 皇兄不答应 并非一与楚妃感情好 全因曾经沧海故人难忘 楚妃 我说得可对啊 三公主 此处还未布置妥贴 还请三公主 一步偏殿休息 我是特意来寻楚妃说说话的 今日在席上 楚妃不是与我母妃挺多话说的吗 如今怎么不说话了 楚妃性子如此沉闷 还穿得如此寒酸 如何能令皇兄心仪呢 三妹还是莫要取笑我了 我忘了 我忘了 母后要求缩减宫中开支 楚妃母族不过普通农户 缩减用度后恐怕捉襟见肘了吧 能支撑东宫这么久 确实为难你了 这祝岛用的香丸价值不菲 之前我还怕楚妃凑不起银钱买呢 耽误霍将军祭祀 但是 以我皇兄对楚妃的厌恶 怕是不会为你辩解 不打扰你们互相可怜吗 我呀 三公主 三公主 你们要压死我吗 压死我 压死我 还不乖起来 你们要压死我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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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主 可曾伤着 少假星星 成上伤 给我 是他收拾你 是他收拾你 三公主素来瞧不起我 她对我冷嘲热讽惯了 我也早已习惯 你方才不该为了我与她起冲突的 怕什么 我就是觉得她好笑 明明是三公主 非要上一个报护伤股似的 这么爱炫耀 当年圣上四处征战 岳飞随军 三公主自小寄养在小月侯家中 小月侯夫人出身伤骨 那些伤护女娘素日最爱攀比衣裳首饰 所以也养成她娇奢的性子 圣上处处提倡节俭 她还穿得这么画质招展 也不知道何来的因件 她跟着小月侯自然就有生前的法子 不似我这般 娘家也靠不住 你既得罪了她 从今日起见着她可要避着些 她性子乖张 牙子必报 我也性子乖张 我也牙子必报 日后 就看谁报得过谁吧 太子妃 刚才她说的沧海故人 是谁啊 是谁啊 事情都已过去了 不提也罢 火兄 朕思你是无在 你却不得入梦 多怪朕当年 没有及时救下故城 朕 当真是有亏于你啊 直到如今 死人已逝 也就不得为变了 在我身上 与我温室子孙 日后 要牢记今日之荣耀 是祸事 劫于我们的 子沈啊 给你丘夫磕个头 让他好好看看 你如今的模样 为霍氏家族上香祭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祈祷 祈祷